在甜心巧克力当中 我所饰演的角色是 林月 他是一个从上海到 北海道去留学的 一个部系的学生 那在那段时间当中 他说过了两位男孩子 二所发生的 一段成全的爱情吧 那我觉得有些爱情 是即使是一瞬间 会是永远刻骨铭心的爱情 他心里手是一个很 活泼很外向的男孩子 很开朗很阳光 然后带着那种灿烂的笑容 而且我到现在 我只要每一次想到他 我都会想到他穿救生队员的衣服 那相对的牧场来讲是 一个比较像哥哥比较会 会照顾人 是你一只 握着我的手 好会的 比较内敛 然后沉稳的一个个性 很自在很踏实 很享受生活 然后也很体谅他人的一个人 我们在拍摄的山顶啊 像这桥中的地方 那天是要美到 你没有办法想象 而且你觉得一辈子 大概就这么一次 你会战着你的领导 其实有些人可能对爱是比较无私的 就是他其实不一定是要拥有 或是一定 而是能够在你身旁静静地看着你 陪伴着你 然后 然后让你能够 就是在有挫折的时候 也许有个肩膀一直疼 我觉得有一些记忆 你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有一些气味 永远存在你心当中 那就是爱情的味道 我相信爱还是会存在的 我也相信它一定会在某个地方 守护着我的幸福 感谢观看 抱歉 你 我的logging 你 我相信 我相信 亏了 你